皮尾在BT版中有哪些刮痧植物呢 怎么样叫刮痧呢 刮痧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 刮痧的标准就是 以我为标准 例如无赖花 打我都得四下 这个就叫刮痧 虽然它刮痧 但是它还是可以打败你 那没办法 这里应该没有打不败我的植物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BT版刮痧植物谁最强 小喷咕 攻击距离短 伤害低 胆小咕 攻击距离比小喷咕远 但是伤害低 如果我离它近一点 它就会躲起来瑟瑟发抖 试卫咕 玉米狗 打败我要啃五下 不过玉米狗比较实用的一点是 它可以攻击上下两行的僵尸 那有什么用 它这样连老大都打不过 我太感动了 没想到我居然可以打败玉米狗 魔法柠檬 我说它是BT版魔法家族最刮痧的植物 大家应该没意见吧 迅猛罗幼苗 近战刮痧植物 它最主要的作用是加强迅猛罗的伤害 我还以为你能打败它呢 操杂石榴 很多小僵尸都表示不相信 大罪把小蛙加强了 大罪宠气太明显了 胖端僵尸和铁砂门僵尸都是残血 这里我要澄清一下 我并没有把小蛙加强 一个我是这么大的 四个我也是这么大的 而且胖端僵尸也不是残血 给你们看一段完整视频就知道了 三只小蛙打败胖端僵尸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再说一次 小蛙不是刮痧蛙 哦